橘子说房产 让您房产投资不再难 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橘子说房产 上周六我们邀请到了余伟注册快递师 为大家进行线上的讲座 讲座主要分享了出租房的相关税务问题 以下是本次讲座的线上实录内容 在讲座开始之前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主讲嘉宾 余伟注册快递师 余伟注册快递师是美国注册快递师协会的会员 佐治亚大学快递系本科优等毕业生 佐治亚大学快递学硕士研究生税法学位 曾经在全球四大快递事务所从事商业税务咨询 并多次在佐治亚亚洲经济发展署 为来美投资的中国上市企业介绍美国的税法 拥有扎实的会计和税务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 熟悉各种企业类型 尤其擅长房地产和基金公司的相关税务和公司结构设计 大家好 我叫余伟是注册快递师 首先就是感谢一下VPatterner橘子姐 给我们提供这次交流的机会 同时也感谢Ruby的幕后支持 非常荣幸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出租房相关的一些税法 以及怎么样合理的去省税和避税 今天的这个分享的主要是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就是一些相关的基本知识的一些回顾和介绍 主要的部分就是在第二条 就是跟这个出租房相关的一些税法的一些技巧 或者是一些技巧的实践 然后最后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 就是平常比较在税表上常见的一些错误 就是说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主要是针对民宅这一块 然后所有的这个概念主要就是跟民宅是相关的 就是说大家在投资这个出租房的时候 都是比较关注的一方面 就是增加怎么去付出你的这个现金流 Cash Flow 但是作为我们专业的华记师 就是说我们考虑的不光是要去增加你的现金流 同时也要尽量的去帮大家来省税和节税 所以这个基本概念就是主要是包括三个方面 就是第一个就是建议大家做好一个日常的收入和费用的一个记录 这个第二个就是说去做好记录了以后 就是比较容易去帮你去计算 比如说有些人是需要交每一个季度的一些预估税 这样子就比较有利于你去计算这个预估税 同时在年底报税的时候 就不管你是早饭 也是帮你做 还是你自己去做你的税表 这样子你的数据全部都是整理的比较整结 然后就是很方便的就去把所有的数据数据在税表上去提现出来 下面就再看一下租金的收入 其实因为今天的讲的就是包括一些基本的概念 但是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感觉很多的基本的税法的概念 大家都是知道的 但是在实际运用的时候 大家经常会用错或者会遗漏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包括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概念 同时再去引用一些更详细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租金的收入 我顾名思义就是你收到的一些钱 但是这边也会包括其他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东西 首先就是比如说一个叫Advanced run 就是说你提前收到的钱 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签了两年的一个租约 签了两年租约以后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要求租客去先把最后一个月的房租给提前交过来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在收到的最后一个月的房租哪怕是两年以后的钱 但是你也是应该包括在当年的租金收入里面去的 下面一个就是说租客如果要是把这个租约给取消 可能你也会收一些费用 所以如果你要是收到这个部分的钱 就是说这个也是需要积存在费用里面去的 收入收入里面去的 就是说你今年取消了这个租约 然后呢租客付你部分费用 这个呢就是收入一个租金的一个收入 再下面一个呢就是说租客有时候呢可能会帮房东去支付一些费用 这样子的话的话就是说租客支付的这个费用呢 也是需要计算在你的这个租金收入的 打个比方就是你出租房里面比如说你的马桶换 马桶换了以后呢就是找了一个维修工帮你去换了一个马桶花了800块钱 然后这个租客呢是帮你支付了这个800块钱 那这个呢这个800块钱呢对于房东来说呢是要算给收入 然后呢你同时呢再把这个买这个马桶啊 包括这个修给的费用来作为你的费用去换 其实对于房东来说的话 你的进的影响呢是零 因为你收了一个算租金的收入算800块钱 同时费用也是一个800 为什么税务局会这么要求呢 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于那个维修工这边 如果你要是不这么计算的话 就维修工那一块他就没有办法去 或者是他就不包括这个费用 因为按照税法的规定 在某些条件下你是需要给维修工出那个1099 所以说你给他出一个1099做一个费用 但是呢在维修工的那一边呢 就是他作为一个办法 他使需要给税务局交税 下面一个呢就是说 类似的一个一个道理就是 租客给房东提供一些合物 然后呢这部分呢也算是房东的收入 同时呢也算是一个房东的费用 比如说租客帮房东去割草 阿窝窟草平押或者其他的一些事情 这样子的话就说房东算收入 然后租客那块的也算是房东的一些费用 但是对于租客的那一部分来说 如果他需要报收入的话 就是因为一百块钱 一年可能会有一个一千两百块钱 也会有一个房东去删死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 压金 因为有时候呢我也会看到 大家会把这个压金上的收入 放得我还收到这个过后 但是实际上的这个压金呢 不是你的钱 因为根据租房的这个合同 一般来讲的话 在租约期满以后 如果房子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这个压金呢是需要退给客人 在下面就是其他呢 还有一些比较少见一些的 一些计算成房租收入的 比如说这有个叫 Lease with option to buy 就是说你有 签了一个合约先租 然后呢再买 打一个比方 就是说你现在签了一个协议 说我先租进去 租进去 我按照一个出租的方式来租进去 但是呢2021年的1月1号 租客呢是有权利去执行这个选项 就是说我去买这个房子 那如果2021年那一天 房东和房客就同意了 把这个房子卖给租客 那后面就有一个买卖的交易 但如果要是说房客没有执行买了这个office 那后面呢就还是属于租 然后呢后面呢就是说那些收入对于房东来说呢 还是一个低限的收入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部分呢 这个part interest 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是跟别人合伙去买一张房子 这样子的话就是根据每个人的比例去算 就是比如说你是跟另外一个人50%对50% 那你呢就是说你你的那个租金的收入的 这个呢就是下面一条就是自己自己家的房子 然后呢也去租了这个后面呢 我通过一个法庭的案例去给大家详细的就是试一下这个道理 再去计算 再下面就是跟大家说这些相关的一些费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出租房相关的一些费用就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广告费 然后平时正常的一些维护啊修理啊一些费用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保险 如果要是有贷款的话就会有一些利息 还有相关的比如说如果要是有律师呀会计师的一些费用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费用 但是这里呢我主要就是想跟大家提出来下面几个相关的一些费用 第一个呢就是折旧 因为折旧对于出租房来说的话 这个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快的一些费用 虽然说它是跟现金是没有关系的 但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费用 后面呢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解释 这个折旧的计算包括它什么时候开始算 什么时候如何去计算 这个呢就是有两个基本概念 后面也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解释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保险 就是出租房的这个保险 因为有的时候你在买这个出租房保险的时候呢 你有可能会一次买超过一年的 比如说你一次买两年或者是十多个月 这个呢就是说根据税法的规定呢就是 如果你买的这个房屋保险是在一年以内的 那么比如说你所有的这个保险这个费用呢 不是在你支付的那一年去做的费用 但如果要是说你支付的这个保险是大于十二个月的 那你就要按一来算 比如说你现在七月份 买了下半年的给明年一年的就付了一年半的费用 那这么在你在报2020年的税的时候呢 就只能报今年七月份到十二月份的一个费用 剩下的那个十二个月就等2021年那部分 就等2021年报税的时候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利息的一个支付 这个呢就是后面我会跟下面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叫Homes 因为前一段时间呢利息呢是比较低的 就是说做那个refinance的人是比较多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想跟大家提出来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做refinance 你不管是这个interest还是point 如果你这部分钱是用来去买其他的东西 那就相关的这个interest跟point 可能是不可以做租房的费用来提供 这个尤其是由你原来这个出租房 你带了还有一个还差十万块钱没有关 你如果做refinance的话 只是把利息加下去这个也没有关系 但如果要是说你做refinance的时候 你现在又带了二十万 然后你剩下那个十万的就是接着在房子里面 去按照这个房屋在房子接着还 另外呢还有一个时候 比如说你去买一台车 或者是干别的其他的一些事情 跟出租房没有关系的 那那部分呢就是属于你的personal use 所以呢那一部分的这个分配 给那一部分的这个points 就不可以作为出租房的一个东西 刚才呢主要是讲一些基本的概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 然后就是如果你要是 我可以先回答一两个问题 如果大家要是有的话可以去 我看到有一个人就问到 出租房refinance出来开始使用有什么限制 Rs怎么执行 这个呢刚才我已经说到了 就是说你如果这个钱拿出来去做 自己私自用的话 那这部分呢是按道理来说是不可以去算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我在后面的都会cover 然后我看到目前跟我前面说到的这些 基本上都是看到这些问题就后面我都会跟大家cover 就是跟我前面这些相关的计划就有 W&G Finance OK 那从下面开始也就是今天主要的这部分 就是说这些 Tax planning的一些一些进行 所以呢就说 大家在做地主的时候 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会有一些计划 你说我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 去做这个事情 有一些人可能就没有计划 就直接我就给个人利益去买了 那这样子就是没有一个business entity 直接把出租房买在个人利益下 这个呢就是说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然后就是报税的时候呢 就出租房在自己的1040下面 Schedule E什么租房 并呢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另外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出租一个ILC 那ILC呢就说 如果你这个ILC只是你一个人 那这个从报税的角度来说 跟这个房子直接买在你个人利益下 似乎没有什么区域 那在之前像在2019年以前 就在税表上甚至看到你这个ILC的任何信息 但是今年呢因为出了一个新的就是 尤其如果你要是使用那个20% deduction的话 会有一个TBR就是税表8995上面可能会写进去 一个ILC的任何信息 另外呢就是如果要是说你这个ILC是两个 或者是两个以上的人 那么就是默认的就是一个partum的系统 就是通过1065税表的1065的开万 然后呢就是给你自己 然后你通过开万来去申报 这里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不要把出租房放在S-COP或者是C-COP 因为首先C-COP它是有税的 然后S-COP呢就是说 可以这么讲就是在99.99%的情况下 是不要把出租房放在S-COP 就是说有一个就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情况 就是有可能会把这个房子转到一个S-COP 只有叫什么叫支付贸贷的事 比如说你这个房子可能是值20万 但是呢你这个房子的银行欠款有30万 就是只有在这种可能 因为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我今天不做详细的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脑子里面有个概念 就正常的情况下不要用S-COP或者是C-COP去放出租房 另外就是从法律角度上面来讲的话 说这个ILC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曾经跟亚伦兰娜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做黄金层交易的一个律师交流过 他当时也说了就根据他的经验 有90%的出租房放在ILC下面 至少在交价在那边 从法律角度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这个ILC在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规定 比如说在交价这一块 他有一个就是如果要是说你这个ILC的owner 是因为你的输入导致一些问题的话 就是租客或者是受伤的那一方 还是可以去到你这个ILC的owner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这么一讲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大家把房子住在在ILC下面 但是还是用个人的银行账户去付一些相关的一些费用 然后也用个人账户去收租金 所以就说ILC就完全成为一个摆设 这个因为我不是律师 就是详细的问题 大家可以咨询相关的对房地产法 比较合理的一些律师 这个又说到这个折旧 因为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 因为折旧这一块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费用 所以折旧就是怎么去算 第一个就是说叫Ready for Use 什么叫Ready for Use 比如说对于新房子来说的话 就是新房子你再建好了以后 会给你一个Certificate of Occupancy 就是说这个房子住住人 就叫Ready for Use 还有一个就是叫Ready for Use 这个意思就是说对于出租房来讲的话 你上了广告就是告诉别人 我这个房子要出租了 这个基本就是叫Ready for Use 所以这个就是你一旦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话 你基本上就可以去计算折旧了 但是有一些就是大家经常比较简单的一些方式 就要么就是按过货日期去算 要么就是按到实际去出租的日期去算 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 那两种做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经常会 比如说我买了一套出租房 我是11月份买的 或者是12月份买的 但是因为在感应节或者圣诞节期间 相对来说是一个出租淡季 所以就有很多人就觉得 我这个房子也还没有租出去 所以就是我报租的时候 我这套房子也不报了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 比如说你是最后一两个月没有租出去 我也是建议你在税表上去体现 因为体现了以后 首先你这个相关的费用 如果你负责时间没具备 你把它给在税表上提现出来 就是说你可以计算折旧 虽然说你今年算下来的这个是亏损 但是你在明年或者是以后 有收入收益的时候 还是可以互相去比较的 这个折旧怎么去计算呢 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金额 就是叫tax basis 这个比如说你要是买房子 可以通过这个货户文件去看 去看看这个最快到底有多少 后面我还会再给大家解释 就是怎么去确定哪个这个数字是要做折旧的 有哪些是不需要做折旧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时间 时间就是出租房是27.5年 然后像那些什么家电呀 或者其他的就是5年 然后这个折旧的方法就是 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表 就是你们看这个左边这个 红色的这个框框 就是正常比较常用的这个方法 就是我刚提到的一般 租租房27.5年 这样那么家电呀 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我所里面就租房了 这个右边的这个蓝色的框框 这个对于民宅是很少用这个的 但是像一些像大的那种 就是appartement的比如说有几百个unit 我们经常我们不会用24个 我们会用30年 这个是在新税法 老税法下面以前是40亿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对于美国的税法居民 就比如说你是美国居民 美国绿卡 如果你有房子在美国境外 比如说你在中国 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 如果有一个租租房 你要报税的话 这个是需要按到右边的这个方法 就是叫 alternative depreciation的这个方法 比如说我有一个客人 他是在台湾 另外一个客人在新加坡 他们有租租房 这样的这个折旧的计算方法 这个房子呢 是按到这个30年的这个方式 可能在这边有点 打给大家 还有 这下面呢 就是说这个 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这个算这个bases怎么用 这边呢就是我建议大家 还是去用一个叫 cause segregation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把这个东西给拆开 拆开了以后呢 就是尽量的去把这个折旧给提前算 其实总体来说的话 不管是5年也好 27.5年也好 总体来说 你的总的这个whole life 这个折旧的计划是固定的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建议呢 去像明察这一块 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去提前折旧 因为这个折旧的目的是为什么 就是降低当年的这个income tax 因为你的折旧多了 你的net income就会增加 增加以后 你的net income就会减少 减少以后呢 你的那个income tax 你就会减少 减少以后呢 就是说你交的税就少 交的税就少了以后 相对来说就等于是增加了 你的一个cash flow 所以就是说 你一套房子 你可能感觉不到 比如说你把这个 买了一套出租房里面有冰箱啊 有洗衣机啊 有烘干机 你把它拆开折旧以后 折得快 你一套房子如果要是说 可以多 当年可以多折旧5000块钱的话 比如讲了你的个人 再加上周里面的这个税率 总共是 整个说30%的话 就等于你省了一个 当年省了一个1500块钱的税 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你把这1500块钱 再去进行投资的话 就等于是你从税率里面 拿了一个无息贷款 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给大家这么一个建议 另外呢 还有就是说这个拆开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 你可以直接给它作为expans 然后呢 就是说你去降低你的折旧 将来在你卖房子的时候 你的depreciation recapture就会降低 这个在后面 我会再跟大家详细地去说 就是说这一块呢 就是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 depreciation有机 到可行的贷款 因素性expans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降低现在的income 可以增加你的cash flow 这里面就要提一个概念 叫de-minimus seth hub 这个de-minimus的意思就是什么的 小的这个金额就是后面下面 我再下面一点 就是在做这个expans 跟那个improvement的那块 也会再提到这个概念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买了一个 就这个是从2016年1月1号的这个税法开始的 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个单件的物品 是小于2500块钱 或者是你一个单件的invoice 一个收据小于2500块钱 比如说你到home depot买一堆东西 但是总价一个一张发票上面呢 也是小于2500块钱 这样子的话你所有的东西 你都可以直接去在当年做expans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出租房里面 你的那个冰箱坏了 坏了以后呢 你花了2000块钱去买的冰箱 这个因为冰箱是属于固定资产 大家一般的概念都是说 我这个需要去资本化 但是你可以根据这一条 比如说这个R63就叫de-minimus 这个选择 你可以在当年全部给他做expans 但是这个就是你每一年的税表 都需要做这个relection 你必须要去一个spademan的锁度的话 是就可以的 所以呢也就是 大家在做的时候呢 就是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是如果你有装修啊 你添置新的东西就好了 你买的这些东西呢 就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装修的话 就在年底去报税的时候 就比较清楚 到底哪些东西是需要做 做improvement就算是 就有些东西呢 做成expans 所以在后面呢 就是这个地方呢 我就跟大家 我再说一下这个 capital improvement 跟这个expans的一个区别 所以呢就是 我一直强调的就是要 尽量增加当年的expans 然后呢 就是减少你的这个 appreciation type sizes 然后这样子的话 在将来你的appreciation 的capture 就会要小一些 比如说我再以冰箱这个例子 来说的话 如果你现在买的这个冰箱 两千块钱作为折旧来算购吧 过几年 比如说五年以后 你基本上折旧就完了 就在那里了 因为你卖房子的时候 找得不好 可能就会有着不均行性的 但是你如果做成expans的话 会不会成为了 因为你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depreciable basis 可以降低了 而且呢这边就是我可以说一下 我今年就遇到过一个 就是因为它在亚特林达 卖了一套房子 然后就是在 因为这个depreciation 因为它是计算这个 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计算的税 跟另外一个 科技师计算的税 就差不多 这个就是详细的一个 选择有哪些东西 是可以作为expans 哪些东西是不可以作为expans 这地方呢就设计了三个概念 这个首先就是一个 叫正常的维护 这个正常的维护呢 主要就是说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在这某一项方面 就是在十年以内 你需要做两次的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in-manage 比如说你外墙的刷油漆 因为外墙刷漆的话 一般来说可能五到七年要刷一次 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外墙刷漆的钱 就是说你花了两千三千块钱 你这个呢你是可以把它作为expans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deminimals 刚刚已经说到2500块钱 大家记住这个 就是三个single item 或者是single invoice 小于2500块钱 可以在当年直接做 然后第三个概念呢就是有一个叫 small taxpayer 的yoseth hub 这个呢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business 来用的话就是如果要是说 你在当年有一些花费 虽然说这个东西呢是 不应该做成expans 是需要做成improvement 然后按照资本化以后来折旧来计算的 但是呢它的金额比较小 你也可以直接作为expans 这个金额是怎么计算呢 就是说看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房价 它是看你的这个最小值 第一是你的这个比如说你这房子的 就是总值的2% 或者是1万块钱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房子 一共值30万 那2%就是6000块钱 也就是说你 你在这个房子上面花了6000块钱 你去修理或者是去代码的话 你在当年可以直接做成 因为它是小余版的 如果你房价比较高的话 那就按照这个1万块钱使用 所以这边就是简单的一个总结 就刚才跟大家说呢 就大家做好这个记录啊 然后呢就是确定它的这个基础啊 然后呢就是耗资再对改善 这个还是很好用呢 尤其是你房子比较多 这个呢就是 特别是针对那些大的那个multi family 然后就是像那些公寓 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管用的一条 然后最后呢就是最后一条 就是大家要记住 永远要记住 就是要减少你的Depensiable Basis 这样子的话 你的桌就比较少了 将来的Depreciation也比较少 下面呢再看一下这个就是Passive Loss 大家都知道嘛 因为这个出租房呢 就是Passive Activity 然后如果你的出租房要是说有亏审的话 然后呢 它只能够跟其他的一些Passive Loss 去比较少 你这条房子亏了 跟另外一条房子的出租 或者是由你炒股 你股票赚了 然后跟出租房的收入呢也是可以去 或者你其他的就是你有别的开玩 然后呢不想去 如果你还是抵过完呢 那这个亏损呢是可以 carry forward 就是说在将买 你有收入的时候 可以去等他给予行比较 这个比较实用的就是后面 三条就是说这个有一个2500块钱的一个Lounge 这个呢就是对于房地产的这一块 如果你要是有一个25000块钱以下的一个亏损 是可以跟你的其他的那个active income 或者是叫ordinary income 比如说工资收入 或者是你的生意收入 它这边呢就是说有的要求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必须是一个active participation 但是这个active participation的这个要求呢是非常低的 它只是说你拥有这个房子只要你拥有10% 以后你跟别人合作了 你只要拥有大于10%就OK 但是呢你还要呢就是你是一个management decision 就是说由你来做的 由你来决定这个房子什么入图 怎么样去找租客 或者是平时去找费药钱 就是日常的一些维护都是由你来说的 这个其实对于一般的这个房东来说 应该都是可以满足这个条件的 但是这个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这个受这个收入的一个影响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收入是超过10万 这个有一个叫multified AGI 这个计算的就是跟普通的AGI 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比如说有一些像那些什么IRI 或者其他的一些一些有些条件 但是那个对于大部分来说 这个区别跟你正常的AGI 区别不是一样 所以那就是10万 然后大于10万以后呢 就是说每超过1块钱 会有一个5%的降低 也就是说你多1块钱只有5万可以 然后呢 如果你的这个收入大于15万 那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收入大于15万 这两万5千块钱的这个Loss呢 也就不可以 再下面这个呢就是说有一点 real status professional 这个呢就是我可以说它定义 它会叫什么叫职业地主 这个职业地主的意思是什么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是房产经纪人 就是你不需要有职照 但是它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说你的这个50%的时间 是花在跟出租房相关的 而且还有一条就是说 一年的这个跟你这个出租房相关的时间 有750个小时 所以呢 但是这个有一个什么就是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你要靠你自己的记录去证明 这边呢就是我这里面就是举了一个案例 这个叫Roberta Bertusson 然后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记忆 我们就叫它叫鸟叔 就是说这个鸟叔的案例 这个是最近的 非常有名的那个案例 是2018年 然后呢这个地主的夫妇呢是 在加州奥克兰 然后这个鸟叔呢是一个 急诊科的一个待儿 然后这个鸟叔的夫人呢 就是一个家庭妇女 其实没什么事 主要就是管出租房 他们家主要就是有两套 multi family 有两套multi family 然后呢是他们收到2014年 税务局的一个罚单 就说因为2014年 他们出现了一个巨额亏损 所以呢就是税务局就说 他们不符合 因为他们的收入很高 然后呢就超过了那个 两万五千块钱的那条线了 所以呢就是说 税务局就通过税务局的一个计算 就说他们欠税四万多块钱 另外还有一个接近九千块钱的一个罚单 加在一起五万多 但是呢这个鸟叔夫妇 收到这个税务局的罚单以后呢 他们就不干了 他们就把税务局给到了 到了以后呢 这个最终的结果呢 他们赢了 因为呢就是说这个鸟叔夫人 她做了一个非常的详细 就是说她每天去干嘛 每天去做了什么东西 她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 Excel的一个记录 最后算上来的以后 一年的时间呢是一千多个小时 而且这里面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这个鸟叔夫人他是没有工作 他只有这个出租房的主要就干这事 所以呢这里呢就是我要提醒大家以下是什么 有很多华人就是买了很多出租房 就如果要是你们在做这一块的话 相关的这个出租房管理 假如说啊 比如说老公是全职工作的 老婆是就是家庭妇女 就是平时没什么事 就所有的这些出租房管理都记在老婆的名下 就以防万一出现类似的这个情况 因为在最近几年 像跟鸟叔这个案例类似的 如果两口都是full time 都是全职工作 我没有看到是赢的 全是输的 但是鸟叔这个英文就是因为 他老婆没有工作 他可以有证据证明 他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这个出租房管理的 但如果你要是全职工作 你说你一年花了750个小时去管理的出租房 这个从这个时间的分配计算上来说 也好像不太可能 这个就是大家记住这一条 如果夫妻双方一个是全职 另外一个不是全职 就尽量把这个出租房的这些活动 都计算在没有工作那个人 再下面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投资房就是卖 因为尤其是在最近几年 因为市场比较好 所以很多人劳力把以前的这个出租房来转手 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些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一年以内呢 这个叫shout-term gain lunt-term gain 还有一个叫net investment income 下面呢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短期的这个收益 shout-term gain 主要就是说你这个资产在手里 拿了小于一年 然后呢这个一年以内呢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是当年买 当年又卖的话 这个是不需要计算折旧的 因为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你计算折旧以后到时候 又给你算成一个ordinary income 没有什么意义 还有呢就是说 因为这个gain 是算成这个ordinary income 所以呢就是根据这个个人的这个税率呢 就是最高可以达到37% 然后如果你要是付37%的税 你肯定会另外还有一个38%的一个 但是另外3%的税率 对于这个lunt-term的就是说 顾名思义就是你持有是超过一年的 但这个lunt-term的tax rate呢 就有可能是0 有可能是15% 有可能是20% 另外呢就是说 因为你是持有超过一年了 乘租房肯定会有折旧 这样子如果你卖房子的时候是赚的话 那么呢就会有一个appreciation 就是折旧的房子 这个呢最大的税率呢 因为它是ordinary income 就跟着你的tax bracket来走 但是呢它有一个15%的tap 这个呢下面这张图呢 就是一个2020年的这个 long-term taxable件的一个税率 就从这张表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这里啊 比如说个人 如果这个个人你的taxable income 是小于4万块钱的 那你的这个long-term capital件 这一部分呢 你的税率是十分 也就是说你是公交税 但是如果你要是4万到 44万区间以内呢 是15% 然后这个以上的部分是20% 同样就是说 夫妻联合报税是8万 是8万到接近20万 所以大家为什么经常在 比如说你去Google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oh long-term capital件是15% 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人 你的收入可能都会在 这个15%的这个区间 所以呢就是我们通常在 预测 不是你在要卖房子 你要预测你的long-term capital件的税 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 就比较方便都会按到15% 这下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 Net investment income 这个呢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个modified AGI 超过就是单身20万 夫妻联合报税25万 这个呢就是说 你有一个3.8%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税 这个是包括哪些呢就是包括你的利息收入 你的dividend分红收入 如今就是卖房子增值的部分 这个地方就是提醒一下啊 这个是 上去来说这个门槛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呢就是大家在做这个 有的时候就是在 这个呗 这边租的 那边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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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租的 这个是中间租的 喔 这边租的 这个是哪个人 在哪个人 有那边租的 所以呢就是大家在计算的这个时候 有时候如果要是说 你的这个modified AGI 刚好是在 这个期间的话 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想一些 想办法去 人家去把它给处理一下 就是去避免这个 百分之3.8的水 下面就是再说一下 因为其实前段时间 有很多人打电话问我 就是因为今年卖房子挣了钱了 而且前段时间炒股票也赚了钱了 就是说问怎么样去这样去税 其实说句实在话 就是如果你挣了钱了 像你卖房子挣钱了 或者炒股票挣钱了 如果能够税的可选择性 相对人来说不是比较多 所以第一个就是叫Tax Loss Harvesting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地方赚钱了 那你就看哪些地方是贵的 然后你不想要的 比如说股票也是不太好 然后贵的你不想要了 你就把它给卖掉 然后跟你的结局的收入去互相组 另外就是万一你要是某个厨房 你感觉位置不太好 或者是地方不太好 你收入也不懂 你可以把它给卖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大家都比较常见的 叫1031交换 但是1031交换 就是严税并不是说免税 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叫 Polified Opportunity Zone 其实这个概念 在2017年底就出来了 然后在2018年和2019年 是被炒过得非常非常热 然后在华林圈子里面 就非常可惜 就是有很多人在18年 19年甚至18年 然后不知道这个概念 错过了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如果你要是说 你卖了房子 然后有增值的话 你把钱去投到这个Optimity Zone 或者说Optimity Fund里面 以后呢 如果你是在里面放了5年的话 然后你这个之前卖房的这个 Captor Gain 就会有一个10%的负责 进去的 我们叫你的Basis Step Up 如果通过7年的话是15% 但是现在做期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它这个计算是到2026年12月31号 结果现在做的话 整个都会有很多 但是如果你要是说你把这个钱放到 你这个Optimity Fund里面 超过10年 你这10年期间的这个金址将来是免负的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在民宅这块是比较少见 像那个商业这一场比较多见的 就是分析负败 比如说你卖个房子 然后你赚了10万 如果要是说你完全就是当年一次交易的话 你这10万的这个增值 全部都进行在当年的收入里面 但如果你要是分析负败 然后比如说分成5年 就每年只有一个2万的一个增值 这样子的话相对于来说的话 就有可能把这个HP bracket给降下来 相应的话就是你要交到税呢 也就会少一点 再下面这个概念 就是说去租自己的自住房 因为也有不少华人的喜欢这么做 就是把自己家的房子呀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住家屋给租出去 这里面就是说小于14天的话 如果你只是租出去小于14天 你是不需要说任何事情 就是说你的income是不需要报的 你的资源也不需要 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把这个房子租给别人 然后小于市场下 比如说这个市场行情 你这个房子能去值1000块钱 但是你租给别人 你只收了500 这个就会有问题 然后后面我会听过一个话 跟他内定会有问题 第三个就是说 你只办你的房子的一部分 比如说你租住房间给别人 那重要的话就是资金 就是你收到的收入 然后费用呢 就是根据你的比例 比如说你记得多数据的房间是200尺 然后你家是2000尺 那也就是说你整个家里面 一个10%的费用 是可以作为租住的一个费用 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是一张表 就是通过这张表呢 是可以来决定你这个道理是 比如说像14天或者是其他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概念 因为今天内容比较多 因为时间的问题呢 我在这个表面 我就会给大家做一个显示的结状 那下面这个就是我刚提到这个好天案例 这个呢 就是说有人对美国合作 他们呢就是在他自己家的房子 就是住出去的妇女 结果呢就是他只收了500块钱一个月 比如说他这个行情可能是一天或者是一天 结果呢他在税表上面呢 就是报了这个500一个月的收入 同样的也去报了一些费用 结果呢他就是收到IS的notice 然后呢就不允许他怎么办 为什么 因为这上面就是大家看这上面写的 就是你任何时间如果你把这个房子付给别人 你这个市场行情的价格要低的话 这个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你住自己家的房子 如果你这个租金比这个市场价格要低的话 那你这个时间呢就算成了personal use personal use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不是人家的意思 然后呢personal use 你所有的费用呢就是属于personal use 那一个算是不可以低的 这个还有一个更糟糕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更糟糕的就是说他收到了钱500块钱一个月 是要算收入的 但是所有的费用就不能给他低的 也就是说等于是一个毛收入全就是他的 这个呢是1999年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房子 再下面这个就是NBNB 现在呢好像就是NBNB也逐渐逐渐就生起来了 做NBNB呢就是首先就是看你组成的 如果你要是说你买了一个租住房做NBNB的话 大家可以看是走上面的 如果你要是把自己家的房子 与自己家自住房 比如说我回国或者是干嘛 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如果你是小的14个房子 你才做得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专门的一个租住房 这里呢就是大家就是要避免是什么呢 就是避免把这个做成像Hotain 所以呢就是从这个上面的这块可以看到 第一就是这有一个叫Substantial Service Test 这个呢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租住房做NBNB 然后呢这个要看你跟这个租客 因为可能会有合同 主要就是看你合同里面去 包含给你去写 如果你要是说你租客进来以后 你帮他做饭 然后呢去帮他每天打扫房间 也就是说你干活就类似于 宁管那些那些 那样子的话你的这个收入呢 是要在Schedule C里面去做 也就是说这成了你的Baseous Time 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 跟正常的这个租住房式一样 以后你的主期相对比较短一些 就是说客人住地方以后你不管 他走了以后你进去 这就是一样的运作 那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在Schedule E上 就是开CV 所以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避免 不要把它做成Hotel 就是说因为做成Hotel的话 你就成了Schedule C 因为Schedule C 你的进收入要先乘一个92.35% 然后再乘一个15.3%的自股税 就是说你的进收入有个15.30% 希望不要做成这些 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跟大家提的 就是要比较这个Schedule E跟Schedule C 因为大家平时希望尽量做Schedule E 也要做Schedule C 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有自股税的一个发展 下面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地主到底要不要刷1099 其实有些人是说在新税法下面 对于要不要刷1099已经是比较可业了 但是我还认为它还不是可以 还不可以 就是说这个你到底地主要不要 就是说你雇人帮你去维修啊或者是装修啊 要不要刷1099 具体情况呢还是要看这个是什么样的方式 如果移植自己 你这个房子 比如说我自己的一套房子 然后我个人的名称 然后我找人做一套 我说如果只是 你就小于600块钱我不用管 大于600块钱呢 我也可以不去 就是说如果要是说 你找一个康权来做 也会不去 但是这边呢我是建议 不管你付了多少钱 不管你将来报税的时候 你会不会出一斤99 我都建议你去找这个 就是contract的要 W9 因为你要了以后 你在年底报税的时候 你用不上没有东西 如果你不要 但是年底发现你报税 你需要 你到时候要的时候 你一定能要得到 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在2018年就 曾经有个客人过来找我 他是在宾州 他在宾州 然后呢就说他的税 他在宾州卖了一套房子 卖了以后呢 然后宾州是给了他一个notice 因为他当时卖房子 之前找了一个honeyman 花了2000块钱 但是呢 因为给的事情没有任何证据 然后最后那个宾州呢 州税务局就说了 你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 你花了2000块钱 所以呢 就是说这2000块钱 我会认为你去 然后就让他去捕相应的收入税 还有一个 就是说你做1099 就是说因为大家现在也知道 就是出租房 如果在条件的情况下 是可以做百分之二十 GBR就是1099A的一个比赞性 如果你要做了这个百分之二十的比赞性 那么你找这个contract的话 超过六百块钱 你一定要给他一百分之二 否则的话 就税务局如果给你一个notice 说你该发1099你没发 然后给你一个penalty 就无法改变了 那怎么样去拿到这个百分之二十的这个比赞性 首先呢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出租房子 就是通过ILC去做的 然后你拿到凯万 那很自然 你所有的凯万 上来以后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百分之二 还有呢 就是说如果要是你这个 那就是你自己那个单个人的一个ILC 或者是你自己的地址 等你一下去做的话 最有一个就叫DevHub 也是在新租房子里出来的这个定义 首先呢就是说 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那个鸟书的这个案例 你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自己把它去记合 我去吃财 我去找房客 我去维修 那些时间把它记好 然后呢如果你要是一年 你跟这个出租房相关的超过250个小时 那么你就是符合这个20%比较新的这个要求 然后这250个小时是怎么来算的话 就是说可以这么讲 你所有跟这个出租房相关的时间 都是可以用的 比如说你去刷广告啊 然后呢你去做什么 什么顾客申请的时候 你去用那些软件呀 去修理呀 但是这个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出租房 或者是你自己管 你是委托别人管 然后你委托的那个人的时间 是可以计算成的 比如说你找了一个房产经济 那这个房产经济呢 就是在你这个房子上花的时间也是可以计算的 那这边有一个麻烦的是什么 就是说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 这个你就可能不太好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比较就是叫 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说有一套两套房子 我一般不太建议你去里面 因为你说你有一两套房子 让你一年花了250个小时 好像从逻辑上来说不太 除非你做了一个家教许品或者是renovation之类的 如果你要是说你有 比如说五套房子 这个八套房子 你平均一下五套房子平均一套房子 50个小时 平均一个月差不多两个小时 就感觉上还能够出的过去 就是这个具体情况呢 大家要根据自身情况来看 这里呢就是顺便再提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买房子就是 就是我是建议了 如果能贷款你尽量去贷款 因为你比如说你有二十万 如果你要是全现款买个二十万的房子 你只能买一套 但是如果你要是把它打开你贷款 你十万就是作为首付来算的话 如果你符合贷款条件的话 你买两套 只要你贷款的利息 比你的这个return的这个rate要低 那你就是赚的 对吧 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 我一直强调的就是 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的花的钱 让你收的钱 就是你自己的贷款 就是所有的东西 尤其是你房子买过来以后 你去做了装修 或者是哪怕是你自己自住的 你做了装修 或者做了什么东西 你自己把它寄好 因为这个你不知道 也许你这个房子你现在买了自住过来 你又把它改成出租了 对吧 将来你在计算你的这个tax basis 算折旧的时候 你会有异 在将来你卖的时候 再算你的这个tapital gain的时候 尤其是自住改成出租 然后你可以去尽量降低你的这个贷款 至于这个gain的exclusion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自住房是有一个25万50万 但是这个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概念 但是经常的就是说在计算这一块 就是也会有些错误 说这个两年五年是首先是一个什么意思 你说在你卖房子 从货户的那天开始往回上五年 你有两年是自住的 你就有这个25万50万的一个增值货民 就不用交税 但是这个就是如果你这个一直是自住的话 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两年我们也只要一买 但是如果要是说你这个资助房 改成输租房 或者是输租房改成资助房 这个计算呢 大家就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误 在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就是说 你看红色的一个warning 就是有个叫non-qualified years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计算这个时候呢 有些时间呢 你是不符合这个货民 比如说你这个输租的这些时间是不可以算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例外 是什么 就是说在你最近有个年 就是说从你 不好看 没有问题 就是说你从你的这个交易的时候 就最后的这个五年 如果你是自住改成出租以后 后面的这个出租的这个时间 是不计算在non-qualified years 的这个时间里面的 就是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的房子 你在里面自住了两年 然后呢 你又去出租两年 然后你卖了 这样子的话 虽然你有出租的意识 但是你是先自住后出租的 你卖的时候呢 你还是有这个百分之百的 二十五万五十万的这个增值的货民 但是如果把这个事情给反过来 就是你买了以后 你先出租两年 然后呢 再自住两年 然后卖了 这样子的话 因为你是先租后自住 这样子的话 就说你这整个四年期间 有百分之五十自住 百分之五十租租 所以呢 你的这个capital gain 就是说 二十万中五十万 你就打对折了 来计算 你到底是有过分的 什么时间 如果想的话是没有问题 这地方呢 就是要强调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你这个房子 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 比如说你自住了两年 然后呢 你出租了两年 哎 然后你又搬回去 又自住了一年 这个虽然说在最近的五年 你自住两年 这个你是满足的 但是呢 因为你后面又搬回去 又出租两年以后 你又搬回去 这个就叫 trigger non-quality use 就是导致 你的这个计算 就是说你又两年了 就是40%的租租 60%的自住 像你的capital gain 你就说 要计算这个二十五万五十万 也就按照这个比例 去计算 你到底有多少是 这个capital gain的货名 所以这里面可能就是 有点绕人 但是大家就记住一点了 如果你这个房子 如果你这个房子是自住房 改成出租房以后 记住一条 如果你要卖 卖之前你要想好 千万不要再搬回去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因为你一旦要搬回去 就可能导致你的 便不可以百分之百的去豁免掉 就是大家就记住这个 后面这个再说一下 就是你卖你的出租房 卖出租房 首先就是说 如果你是美国的居民 这个就是前面 已经提到了 你可能会有 Sorting gain Longton gain 对吧 但是如果你 不是美国的居民 这个就是有一个 百分之十五的 Weigh holding 或者在2016年 2月17号之前的 尤其是人的时候 但是这里面 就是说百分之十五的 这个Weigh holding 也不是绝对的 它有一些叫意外 意外就是 比如说你这个房价 是三十万以下的 虽然说你现在是出租房 但是如果你这个 是三十万以下的房子 卖给了一个人 他买过去以后是自住 然后呢 你是可以申请 这个Weigh holding的货面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Weigh holding 百分之十五是 根据你的这个 卖家就基本上 根据你拿到的钱来计算的 所以这个还是蛮高的 比如说你卖了一个 三十万的房子 那百分之十五 就是高了 四万以下 但是这个呢 你也可以申请一个 就是按照你实际增值的 比如说你这三十万的房子 你实际的增值值 只有五万块钱 那么呢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去申请 这个certificate 这个百分之十五 只按照你实际增值的 这个部分去提议 但是这个呢 就是说你要什么时候去做 就是要在你房子过户前 或者是过后当天要填一个申请 去申请这个货面 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申请以后递交出去 在三十天以内呢 就是说我们呢 会给你一个通知 一个道理的批准 但是今年呢 因为这个疫情的特殊情况 就是说今年会怎么样 这样的区别 这个怎么搞的 有人在这里上面 画了一些东西 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 下面还提到一个就是叫 state and resident 就是说非州里面的居民 这个呢 就是它也会有一个 因为有很多的州 大部分的州都会有这个 比如说像加州所规定 如果你不是加州的居民 比如说我是交价的居民 我在加州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我卖了 然后呢 也是要有一个非州里 加州的这个税率呢 是3%又3分之1 就是3.333 然后呢 它是超过10万以上 就如果这个房价 是超过10万以上的 才是需要交的 如果10万以下的 是不需要交 但在加州好像这种情况 那交价这边也是 就是交价呢 是3% 然后其他的一些州呢 会有一些比如说 阿拉巴马是3%到4 这个要看你的地方 可能就是说州里面 如果你非州里面的居民 那也可能会 要让你去交一个位置 交价呢 这里面就是我想提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在交价嘛 就是交价的州政府 对这一块是 搞的是非常讨厌的 因为你在3%的话 这个就是要填一个叫 Affidavid 就是ITIFF 是我的一个表 就是通过这个表呢 会计算你的 这个投资到底是多少 但是交价在这块 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里我就建议大家 在报税的时候 报周税的时候 就是你把这些 填的这个Affidavid 给你交钱的这个支票 就是做一个付印件 这样子的话 第一可以加速这个州里处理的速度 第二可能就是相对来说 没错 因为你有证据显示 你交了这个钱 因为我在2018年的时候 我曾经遇到过 就是在Jones Creek 有个人卖了一套 30多万的一个Townhouse 他就直接被按照销售价 扣了一个3%的一个税 但是呢 律师没有给他任何东西 我是在给他做税件的时候 从那个closing document上 发现一个9千 好像是9600块钱左右的 一个费用被扣掉了 结果呢 房东自己都不知道 我告诉他 然后再帮他去找一些 要的相关的这些表 他要到 所以呢 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些一些几个原因 到最后 这个最后呢 就是再跟大家 好像今天稍微抄了一点点 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说在续表上 常见的一些错误 这里呢 就是说我在这上面标了 1.35 标了一些数字 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说 我之前也有提到 就是说大家新买的 尤其是在年底 买的这个房子 虽然说你挂在市场上去出租了 但是还没租掉 我建议大家还是去report一下 就是去time the loss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是这个 你出租的这个日期 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很多 尤其是比如说你这个房子 是12月份租出去的 你只租了一个月 实际上你租了三四天 但是三十天 但是经常呢 有时候税表上面 一说要租了三百万 就是一年 这个呢就是对你的这个税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但是呢 对贷款肯定有影响 如果要是说你的收入不是特别高 比如说你税表上 每年只有一个三十万的收入 但是呢 你还是想买出租房 这个在贷款的时候 一计算 你就会出现问题 因为你这地方写了三百六十五天 结果在这个rental income的时候 只是一个月 比如说你一月两千块钱 结果呢 他就按两千去除以三百六十 就是你一月只有两百块钱 所以呢 对贷款这块会有一些影响 因为这个 曾经我跟 跟这边一个很知名的 做贷款的一个交流过 他就告诉我 他经常会看这个地方 如果要是这个地方有问题的话 他会要求贷款的税料 打回币章 那是需求他做一个问题的问题 然后这个第三个呢 就是说是这个租金啊 跟这些收入 跟这些相关的一些费用 就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得清楚 我曾经见过 有人就是把租金收入呢 报了两次 这个呢 就是他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一个呢 是因为他是出租房间公司 帮他管理的 就最后给了他一个移民就有 比如说年底给他一段移民就有 比如说他有了租金的收益 五千块钱 但是呢 他可能是在做的时候 就是可能是 可能做成收入五千块钱 然后呢 1099呢 又做到吸收益区了 所以呢 这些租金呢 一下就算成一万 就能上了点 就是大家尽量去避免一些问题 就是说你税表出来以后 你肯定要看一遍 比如要是说税表出来以后 你可以看的话 比如说虽然错误呢 你也不知道 那这个第四点呢 就是这个就是折旧的计算 这个折旧的计算呢 就比较常见的就是计算的不对 或者是就没有计算折旧 然后呢 这一块呢 就是感觉有点亏了 因为你出租房的话 有人可能觉得 那我将来卖房的时候 不会有点折旧 那我如果现在不计算折旧 那将来不是没有折旧这个回忌了吗 实际上不是这样 这个税股局的规定就是说 不管你现在报税的时候 有没有去计算折旧 将来等你卖房的时候 税股局都会按照你计算的这个折旧 去算你的折旧 所以这个就等于是 你现在没有用这个expans 但是将来呢 还会要把它去算成你的银行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在 今年呢 就是我有一个新的看到 我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 他去年他自己用cable tax 他把他的rental 放在schedule c上去 而且他是没有算折旧的 所以最后他的rental income 有个8000多 还交了支付税 所以这样就感觉很可怕 然后这个第五个呢 就是这个managing免费 其实这个呢 我发现就固执与此的错误 而且呢就出现这种错误 都不是小白 都是一些比较资深的 他们有说比如说出租房比较多 出租房比较多 出租房比较多的话 他自己呢又搞一个managing 然后呢就是把租金收购了以后 转部分钱到managing的公司 然后呢那个managing公司呢 报信的就在schedule c上 这样子的话 就等于是你把schedule e的收入 转成schedule c 就等于你多付 就是你schedule c上面那些 那些卖平 你看我们就多付了15.3%的pbc 然后最后呢这个第六 因为这个上面是没有办法去标号的 第六呢就是说multi state 就是多个州的税表 如果你要你的投资方式 在很多州的话 就是这个州里面的税表 就一定要看一下这个 别搞错了 因为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要求 而且一般来说的话 在本州的收入才需要在本州交税 这个就尤其是要提醒一些 尤其是外人 比如说像国内的一些客人 他们如果要是在这边买房子 假如说 因为美国这边有一些州是没有个人税的 比如说像德州 然后像佛罗里达 他们是没有个人税的 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如果你在佛罗里达买了一套房子 你在交价买了一套房子 你佛罗里达 因为联邦税都是同意的 就我现在讲的就是州税 因为佛罗里达那边的收入 是不需要交佛罗里达州税的 交价这边呢 只需要交交价 这个这套房子的一个尽税的税 但是如果你很不信 把这两套房子都算成交价的话 你佛罗里达的那套房子 也需要在交价这边的交税 因为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见到过的 所以呢就是说有这种错误 所以我就给大家提醒 尤其是国内的投资人 你在美国这边投 比如说像河州 佛罗里达 威斯汉兰 沃盛顿 就是华丁工作 如果在这些地方要是有的话 就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不要出现这些错误 那就是说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 一二三四五六 基本上就是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 来参加今天的这个会议 最后呢 就再次感谢橘子姐提供这次机会 以及Ruby的一个幕后的一个默默支持 基本上就这些 谢谢大家 希望以后有机会 能够跟大家再次交流 非常感谢